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 挖井怪事 故事发生在地处偏远的一个小山村里边 这山村里边的生活状态呢 还处于非常原始的样子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只是这山里边水是比较稀缺的 到了夏天那雨季的时候呢还好 村子里边两口共用的水井 还够着村民们饮用 但是每到了干旱少雨的时候 这水就很少了 一般都是在井底下等上个个把小时 才能够把那凉桶水打上来 这一年恰好又赶上了干旱的天气了 这两口水井里边基本上 时时的都会有等着水的村民 宋虎家住在村南 南山的半山腰上 与村子里边呢 还有那么一点点的距离 宋虎在村子里边呢 也算得上是有点手艺的人了 一般的伙计都会自己做 本来嘛 自己家就离这村子里边的水井比较远 现在的水更少了 吃水更困难了 他就有了一个想法 如果能够在自己家附近的水眼 打一个井的话 就算是水不多 那么至少自己家也是够用了吧 有了这个想法 宋虎在山上做活的时候就开始留心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 每两天 他便在离家不远处的山沟的里边 发现了一处茂密的草丛 在这个干旱的季节里边 那片草丛却长势非常的充裕 就好像是吸饱了水分似的 这让村虎非常的高兴 如果从这挖下去 应该就能够挖到山泉的水眼了 于是他赶忙的回家拿工具 就准备过来开挖 心里边呢 还打算着 如果只是一个很小的水眼 那么打出水来就留着自己家里边用 如果这是一个大水眼呢 就招呼着村子里边的人一起来打 也算是解了村子里边这个短水之急吧 这想法是好的 但是坐起来却发现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刚开始挖的时候呢 还算是非常的顺利 土面比较潮湿 可是越往下挖就越难挖了 那明明看着是土层 一敲下去却是碰到了石头 这半天下来 那已经是累得不清了 这水井却是没挖多深 给自己累得倒是不成样子了 于是他就坐在一边休息 他看着那坑 好像还有水印印出来似的 这应该是有水的呀 怎么就这么不好挖呢 他也自己的私损着 要不要找个人来帮忙呢 就这么胡乱的想着 可能是太累了 他迷迷糊糊的竟然睡着了 这朦胖的时候他竟然听见有人说话 开始的时候听不清 到时候后来 他听那个声音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 不要伤了我的孩子 不要伤了我的孩子 这宋虎一个机灵啊 看了看四周 哪有什么人呢 原来是自己做了一个怪梦 也休息的差不多了 他就挖一个坑看看吧 如果还是挖不动的话呢 就放弃了在这寻找其他的水源去 于是他起身着 继续跟那个土坑叫起劲 也不知道是不是太累了 产生了幻觉还是怎么着 没挖几下 就听见那坑里边传出了声音了 别挖了 别挖了 碰着孩子了 宋虎又是一个机灵 看来真的是太累了 还是别挖了 想着他就把那铁锹往坑里边一扔 准备收拾东西 回家去 可谁知道就不偏不倚的插在坑边上 宋虎开始没注意 正自己出坑收拾东西呢 谁知道无意当中 却看到了坑里边的东西 被吓了一跳 从那铁锹的缝隙当中 竟然渗出了血水来 他忙着拔起了铁锹子 这才发现 自己那一锹 竟然奇奇的斩断了一条小花蛇 靠山吃山的人 对于这些个洞土里边的这样的生物 是非常忌讳的 宋虎连忙的败了败 这一下子也顾不上累了 他忙着又把那坑给添了起来 然后又对着坑败了败 他这心里边才算是踏实了一些 就这样 过了几天 宋虎出去干活回家 却看到老婆急得不行了 忙问着出了啥事了呀 老婆只是花一尝慌乱的说 他七岁的儿子 上午自己跑出去玩去了 谁知道呢 回来的时候就咽咽的 没过一会儿竟然发起了高烧来了 当时只是当着山风给闪着了吧 于是给弄了一些个钥匙 就慢慢的就退烧了 可是他人还是痴痴带来的 宋虎也不等老婆说完了 忙着就进了屋了 果然就看到儿子呆呆的坐在炕上 一点也看不出那往日精灵古怪的劲头了 跟他说话他也不搭理 等到了夜里边呢 还是不见好 宋虎就想了 这会不会是孩子出去玩的时候掉了魂了 在这山里边 也不少见呢 只是不知道孩子白天到底去哪儿了呢 左京就在他经常玩的附近 带着孩子的衣服开始去叫魂 就这样 又折腾到了半夜 孩子已经睡着了 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呢 孩子吃喝喝往常一样 只是他不在活泼了 吃完了饭之后就窝在炕上 眼神就那么痴痴呆呆的盯着一个地方 凡是谁跟他说话 他只是嗡啊嗡啊的应付着 并不多说一句 宋虎这夫妻想着 这几天应该没啥事吧 都养几天应该能好 可谁知道就这么半个月过去了 孩子还是老样子 眼见着好好的一个聪明孩子 现在跟个傻子似的 最后还是村子里边的老人给出了主意 让宋虎去林村 找一个有名的顶仙的梅阿婆 过来给看看 果然这梅阿婆一进来就看出门道来了 这孩子确实是丢了魂了 也不能说是丢 只是这孩子的魂让东西给禁锢起来了 于是请了仙家过来查看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 梅阿婆睁开眼睛了 他有点虚弱 他缓了口气 说道 孩子的魂已经找到了 好在那家无意要他的性灵 只是想养着他而已 这本就是你犯下错误在先 打死了那仙家的孩子 他原本是想报复你的 但是念的你也是无意的 就想着给你一个教训就好了 只是这些时日下来 他倒是喜欢上了你家的孩子了 这才给他留了下来 梅阿婆的话让宋虎一下就想起来了 前些时候打井馋死小蛇的事 这忙着看了一眼梅阿婆 阿婆对他点了点头 于是按照梅阿婆的指点去了井那边 他把孩子的魂魄给掩了回来 忽然这孩子一下就恢复正常了 活蹦乱跳了 宋虎对自己当时的大意 也是一时的非常忏悟 这梅阿婆告诉他 那仙家呀修行不义 看也是个善灵 你若是有心呢 就潜心的供奉着 一是呢 可以弥补你害他孩子的之错误 二呢 也是祝他修成正果 这也算是一件功德吧 于是从那天开始 宋虎就架起了蛇仙供上 这家宅一直是非常平安的 尤其是他的儿子 从那次丢魂事件之后 他人也是越发的聪明了 很快就成为了十里八乡 有名的小神童 人们都说 宋虎这两虎子没什么文化 教育孩子上面呢 却是有一套的 宋虎只是笑了笑 他说 现在孩子这个状态呢 怕是啊 更应该感谢另外的一个人吧 他回过头去 看了一眼屋子里边 供奉着几年的蛇家仙的牌位 好了 这个故事讲完了 其实任何 生长在这个世界上的动物 植物 它全都是有一定的生灵 当它们生长到了一定的时候 它们 也会像人一样 可以说话 可以 正常的生活 我们下期待 我可以说 我们下期待